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告得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藍白強推國會的法案 這是一個擴權的法案 擴權到監察院權力他要搶來 司法院的權力他要搶來 然後呢 一大堆的權力他都要搶來 連行政院的權力他都要搶來 所謂的引發了各界的反彈 那我們看到五月二十四日 也就是明天 院會會再戰 可能會有更多的民眾上街抗議 除了要瞭解以外 我們也聽到一個風聲 藍明竟然在動員要反制這些老百姓 這怎麼一回事呢 這些人民 還有這些學生可是自動自發來的 民進黨可沒有動員 可是國民黨在動員 國民黨動員是要反制 所以我們看到了面對這種國會擴權法案 修法程序中的一大堆的爭議 國民黨始終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說法 反正國民黨跟民眾黨就靠人數強行表決 強行過關就對了嗎 程序正義就可以不管嗎 連講話的權利都不給人家了嗎 現在民眾痛恨的就是這個 不過看到了日前立法院引發的這些亂局 我們看到了幕後是不是有一隻 甚至是一雙看不見的手在操控的 中國的一個流亡作家袁鴻斌 他在今年的二月的時候 他披露出中共對台灣統戰的其中一個計畫 就是要佔領立法院的制高點 什麼叫佔領立法院的制高點 就是控制立法院 所以比對近期立法院種種的亂象 果然立法院似乎後面有一隻手在控制著 而這隻手是不是就是曾經要傅崑奇 以及這些藍軍立委員們去中國的那一隻手 假如是這樣子那令人毛骨悚然 又看到了另一方面 中國他又宣布要展開所謂的環台軍演 這是要台灣的在地協力者 明天要在立法院在台灣亂 他在外面跟我們講 所以這叫做內外夾攻嗎 所以有人說那國民黨跟共產黨 是合起來在內外夾攻嗎 有人在問耶 那國民黨怎麼講呢 尤其看到國民黨的前主席 還當過總統的馬英九 他在中共的軍演反而是譴責台灣 所以看到中國蠻橫的作為 台灣人會屈服嗎 還是會讓台灣人更加的團結 每一個人都在思考 每一個人都在看 今天的議題值得大家好好的來討論 好好的來了解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莊戀雄 史詠 大家好 再來我們的政治學教授 我們的范世平 世平 你好 大家好 我們的台北市議員 洪建益建立 大家好 我們資深媒田 陳東好 東好 大家好 我們的政治評論員 余美美 妹妹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新北市市議員 林津姐 林津姐 金平安 大家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再戰五二四 就是明天 民間大動員 所以學生 年輕人 他們站出來了 就極 藍營急著要反制 我們來看看證據在哪裡 這個是廖偉翔 廖偉翔是誰 廖偉翔國民黨的人 沒錯 沒錯 廖偉翔是國民黨的立法院 他的後援會 其中他們的訊息是這樣 各位黨員同志大家好 為了深圓立法院 聽好 深圓立法院 顯然是深圓國民黨 國民黨中央預計 在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早上要動員 動員每一區 員額三十個人 細節待確認後再行通知 辛苦你了 願意支持 先謝謝大家 副執行長江先生 或者江小姐 電話參加者敬請恢復 所以國民黨在動員 要反制這些學生 所以這很可怕 這些反制到底會怎麼樣 會不會有某一個政黨 天天想要跟中國統一的 那個政黨 裡面有沒有一些 所謂的江湖人士 會不會出現 大家都在看 大家看台灣新社 新聞採訪通知等等 這是廖偉翔後援會 再看看國會改革修法 執政黨發動學運 對付在野黨 他們現在反過來 說外面的學生 是民進黨發動 可是事實上民進黨沒有發動 他們是自動自發的 大家看到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要抹黑 DPP抹黑民進黨 所以藍尾吳宗憲說真的很蠢 我看是他們更蠢 因為他們這個已經出來了 不過看到民間 我蠢是國會 現在全台大串聯 台北台中彰化嘉義 台南高雄台東 全部大串聯 我蠢是國會 你國會要來個蠢是國會罪 現在人民說我蠢是你國會 這個可有趣了 這怎麼一回事 現在來看個相關的新聞報導 議場大門前再度安排立委輪班 國會擴權法案繼續闖關 藍營早早卡位 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也來探班 委員會加入國民黨的那個一起輪班嗎 因為又為了明天 我們可能黨團要先討論一下 藍白同聲唱賀 17號朝野爆發肢體衝突 造成多人送醫 立委的人身安全備受關注 有人募集 在野兩黨的黨鞭 身邊多了警察保護 從幾天前就在問我 說是不是有需要 要申請水護 我第一次就跟他們說我不用 那你如果有看到 我跟立法院的駐衛警走在一起 可能是因為我跟他們感情都不錯 黃國昌指出 是剛好跟駐警走在一起被拍到 但傅昆奇 就連到委員辦公大樓上廁所 外面至少六名員警在等他 網路群起嘲諷又該怎麼說 我們也收到線報 這個民進黨已經動員了 中南部的黑道 對所有的立法 在野的立法委員 做一個人生的殘害 嚴金飄的兒子 嚴寬恒 國民財委員 他是天道謀創辦人 羅夫處的兒子 你們有什麼資格講黑道 是哪個政黨 直接就把黑道變成立委 中國國民黨聲援國會改革案動員 禁邀我退軍團體參加全力護持 共產黨今天發動軍演 包圍全台 國民黨就用退軍要來包圍立院 我們看到了核獻前 也就是說你縱然這個法案通過 如果送大法官解釋 大法官還沒有解釋之前 那可能不會附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因為你要什麼幾問幾答啦 一問一答啦 這都是違反憲法 因為憲法規定不是質詢 叫做聽取報告 我再說一次 動詞很清楚用聽取報告 所以柯建民說習近平長臂管轄到台灣 藍白合作出賣國家利益 柯建民說根據國民黨現在創建的 秒會國會罪 虛偽陳述罪 是希望讓總統卸任後 馬上應對官司嗎 這顯然根本邏輯不通 毀憲亂政 所以我們現在也呼籲在野黨 遵守程序正義 實質審查 問題是國民黨就不要跟你實質審查 所以水庸你也是律師 怎麼來看這些事情 這個現在國民黨是 尤其藉著他的國會多數 聯合小國民黨 台灣民眾黨 在台灣這樣虎虎生虎 但這通過後 其實也算假議題 怎麼說你知道嗎 今天去二三 你看看如果要最快的 明天知道這個不通過 三度還沒的 我會給我聽文章到五十條 五十一條而已 你接下來二十七號 就算你下個禮拜二通過 下個禮拜會不會通過 我看也很困難 就算下個禮拜二通過 你說叫新的總統先去簽署去公告 也不會付錢 他現在新通過的公平 三月一號以前一定要來 時間上根本就來不及 國民黨也知道 但是他就是要把你贏母擁威 以現刑法 我們現在要二度而已 現刑法的規定是說 你總統如果要來立法領 只有兩個途徑 第一你跟立法領說 我是想來 知情你同意 這是第一人 第二就是四分之一連署 然後過半同意以後 立法領要邀請總統你來好不好 如果英文說可以之後 程序可以去排時間 只有這兩條路 不是你立法領說叫總統來 他就要來 他就要你擺時間擺公 你就六月七號以前來 六月十號以前來 那你不是要來嗎 是啊 但是現刑法的設計不是這樣 但是他說 現在新的通過之後 他就要規定說 你總統要你集資 這難道三月七號以前 這現在通過之後 醫藥三月七號以前 你就要先來給我立法領報告 但是他五月二十號 就只有集資 是啊 現在醫藥都要這樣 要三月一號 三月七號 三月七號 三月七號是半年的三月七號 所以六月底以前也是三月七號 是啊 所以這就是代表要做什麼 就是我要把你擺盤 憲法徵修條文規定 規定說總統可以來嗎 沒錯 但是啊 大家把它想想看 裡面的條文是在跟他說什麼 你知道嗎 總統來之後 你報告之後 別人 其他的立法律願 就可以提出問題 寫得很欠慮 我們立法院 我們的實權行事法寫得很欠慮 立法院得提出問題 發言時間是多少 也不是什麼質詢時間是多少 總統就開始 對於前項的發言 我來再做一個口頭的一個報告 本來都相安無事 現在人數座啊 你就是當時要跟我來啦 沒有什麼表決之後 叫你來之後 當時就當時 來之後什麼關係發言 現在都接吻了 極問極答啦 所以這個跟憲 請記得違憲啊 就是違憲嘛 所以這條就是困難的地方 所以你說叫賴清德來 不可能 一個總統他本來就是要去守護這個憲法 所以第一個他簽署 就算通過公告以後 時間也來不及 那第二個呢 你說在這個沒有確認到底是不是違憲以前 叫他來 沒什麼可能 明天我們還到晚上還十二點 我明天十二點 我明天十二點 大家你看看 你看看你算族親的立委 聽到這個 你覺得我們正會立委的人 現在立委的人說 我藐視你國會啦 我藐視你立法院啦 你知道現在全世界 不要說全世界 整個台灣 哪一個職業的形象最差你知道嗎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現在形象很壞 沒有 極啊 九點以前 還沒佈入醫師廳 都很正常 今天以後大家就去黨了 你知道嗎 看著駕頭 大家就去黨 偶爾都變成瘦氣 禮拜年我們司法委員 司法委員 因為你最簽 本地是最兩萬的 現在明簽都在我們那裡 嚴謀幾個都在那裡 大家就跟 稍微就一直在 我們不要說 嚴謀幾個 說他們的病院三到六點 都在那裡 都中有啦 會記不記得笑到這樣 我說的沒問題 他們的病院三到六點 你們國民黨通過這關條文 在跟你們猜 你知道嗎 我們大家也都知道說 司法機關在偵辦 或是法院在審判 這些東西 司法偵辦當中 任何人 手都不能伸進去 你們現在掌握什麼 民進黨的頒本 都要把他通過 三黨共識 這是民進黨的 只要在裁判確定前 手都不能摸進去 結果 一條文 你加一條 你不會去刪除 說把他通過 說 就算檢查官 就算法官 就算檢查他 調去之後 行政部門 或者法人團體 副本給我拿過來 又在打到腰了 這樣就沒有偵察 不公開 而且最主要是 法官跟檢查官是獨立刑事職權 所以立法院沒有資格 也不能叫檢查官跟法官 到立法院來備詢 到現在為止都還這樣子 那也許人家在問說 那法務部長還有檢查長 為什麼要去 因為他是屬於有行政性質 他要關就遺旋 關行政事務 所以他要去 但是檢查官法官是不必去 如果他改為這樣子的話 天下大亂 不會有了 勇啊 長四十個條之一 通條 沒有 長已經二度了 四十六條之二 你們就公民黨中 跟雞肉 我們把民進黨撈開 我們創民進黨的版本 我們這條是怎麼很合理的呢 結果你們下面放你們說 不好意思 你也是要再高負本出來 所以兩個條文在打架 你知道嗎 哎呀 所以我跟你講 這叫做化蛇又天主 然後呢 國民黨如果每次委員 每次都沒有也好 假後 想說要把民進黨撈來 撈一個不正確的版本 還是讓他通過 也許他是故意的啦 不過從這裡來講 董事長 你這樣 政筆記者 遭一四人 遭到現在 要怎麼看 這才違反程序正義 怎麼會給他 才會這樣 反正國民黨 這次只是要爽 只是要爽 國會 多麼嚴肅的地方要爽 就是要爽 你如果明明知道說 你明明知道說 以前有過四仙案 你這個東西法案 立法委員 執行司法提出來 這個修治案 會有違憲的問題 正常人不會提嘛 你意思說國民黨不正常 國內就不正常 民眾黨也不正常 不正常 如果他們有一個叫翁蕭林 有一個叫黃國昌 還有一個叫吳宗憲 如果像吳宗憲還稍微 也不正常 自己當檢察官 讓立法院把手伸進檢察官的捐中去 四字七二九 就來講這件事情 正常人怎麼會 還是他不認四字 開玩笑 輸我光客給不認四字 吳宗憲你 看不懂中文嘛 所以四字七二九不認四嘛 哦 七二九 七二九只解釋一件事情 立法院得否調院檢察官 檢察機關之卷中 七二九號只有這一件 就不行啊 那 政調中不公開 當然不行調院啊 我講一句很辛酸的話 大家都在講國會改革 我印象中兩千年以後只過一件 國會改革只過一件 哪一件我忘記了 兩百二十六席砍一半 這件我記得 而且過得很快 沒有啦 不是兩百二十五席 兩百二十五席砍一半 兩百二十五席變成一百一十三席 只有這件而已 我就是被砍的那一半 民進黨拿的 國民黨也同意 對啊 國民黨也同意 只有兩千零八年第一次 從兩千年嘛 李登輝的時代不算嘛 兩千年阿扁開始嘛 是是是 從阿扁開始算到馬英九 算到蔡英文嘛 這個法案我有舉手 二十四年嘛 我有舉手 二十四年以來 我們唯一通過的國會改革 也不是舉手 我有按零按贊成 要這樣說 二十四年以來 我們唯一通過的國會改革 叫做什麼 立法委員砍一半 國會檢辦 有爽嗎 這是唯一過的啊 其他什麼十八歲公民權這些 有過嗎 立法委員改來改去改什麼 立法委員改了 老半天改了什麼 沒有啊 我們現在要改變高級了 變很大隻 沒關係啊 然後國民黨要老人來沒問題啊 先問問一下明天的路權是誰的 能不能申請路權嘛 台北市政府嘛 如果 如果 有人申請路權 結果國民黨老人來是沒有路權的 那這就是擾亂嘛 擾亂合法的集會遊行啊 用這個時候 院內屬於韓國瑜的 院外屬於蔣萬安 這是違反刑法喔 合法的集會遊行 你如果去干擾的話 這是犯罪喔 立法院以外是蔣萬安台北市長管的吧 因為當時立法院在二十一號到三十一號左右吧 這一段路權要不要開放 本來是不開放的 因為那個什麼卡到五二零 後來後來有開放 所以你才會看到五二五二一那天 那個是有路權 人家有申請路權 所以我們再看一遍 人家是有申請路權明天喔 就國民黨要去反制 所以顯然這一個是犯罪行為 為什麼你干擾合法的集會遊行 刑法有規定 這是犯罪行為 所以我們就看蔣萬安怎麼做 OK 我們再來看 蔣萬安 為什麼怎麼這麼亂 國會擴權法案查水表條款 任何人都可能受罰 民進黨立委抨擊說 藍白定義不清的條文 恫嚇人民 連國外 德國自身都質疑反質詢的定義 什麼叫反質詢 吳宗憲說 我立法完成以後再跟人民交代 你是代表人民去立法 你應該立法之前把你要立什麼法 讓人民了解才對 他不是 他們是最高機密 都不讓人民知道 立法完成後再跟人民交代 有這種立法委員 這個還投法入 主席在旁邊 你檢查看東西是怎麼做的 庸國他是檢察官的 他當過檢察官 他當檢察官的時候 你如果遇到這樣檢察官 你不會害怕嗎 我先把你起訴了以後 我懷疑他以前 他以前起訴的案子 我懷疑他以前的起訴案子 怎麼起訴 哪有人說立法完成後 再跟人民交代 他一直在說什麼 我聽你在放空氣 我不想講髒話 破譯四聲你在放空氣 再看看國民黨黨版的草案 跟美國調查權有何不同 吳宗憲說不像美國那麼強悍 聽你在放空氣 美國的國會議員 沒有質詢的權利 他只有聽證的權利 你當時在電視或哪裡 看到美國的議員 要把部長質詢 當時看到部長站整天 不要說站整天 我做部長要站一禮拜 我有什麼說站一禮拜 二五總質詢 一三四委員會說 叫我內政部長一定要去 我也不能不去 我要一二三四五站五天 你什麼時候看過 美國的部長在那邊站五天 站一天都沒有 連一個小時都沒有 他們都坐在那邊用談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急救章應推 發動交通三個條例 環團批 燃營耗財損國土 要求策案 國民黨都不策案 不然你要怎麼樣 所以我是覺得這蠻有趣的 怎麼這樣子 政治學教授 奇怪 國民黨怎麼做的政治行動 跟我們的政治學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吳宗憲 還當過新北市的法治局局長 又當過檢察官 應該是最懂法的人 結果竟然講出這麼外行 而且不負責任的話 我必須要講 現在全台灣有個運動 就叫我藐視國會運動 因為有這種立委 你能叫人家不藐視你嗎 結果你還用一個什麼 藐視國會的法 要做制衡 我常講 這就自己都不尊重自己 難怪別人不尊重你 所以我覺得今天 昨天已經有政論節目的主持人 跟來賓全部都穿一個黑色的 汽水上面想 我藐視國會 公然跟立法院叫板 就是他們就是在表示什麼 我就是藐視你怎麼樣 明天我相信會比禮拜二 更多的人來參加 據瞭解目前高鐵的票都被禁光了 而且立法院周邊 的飯店都被訂的差不多 范老師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當然我現在正在教的學生 都研究所了 他們是沒有打給我 不過我之前教過研究所的學生 前兩天腳亂說 老師 可惜啊 我已經現在沒修你的課 不然我想啊 我們想要求你 上課的地點改到立法院前面 所以我明天在拜國 我要上課 明天禮拜我要 我要去海洋大學 研究所上課 我看學生會不會說 老師乾脆我們就到 這個立法院前面去上課好了 我現在正在考慮如果他們提出來 我要不要答應 正經你的學生有沒有要求 我的學生還沒有 因為我禮拜五沒有課 但是有很多的大學教授 現在已經同意讓同學去 就可以不用上課 不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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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也很難點名啦 那你嘴巴不要點名啦 而且你看禮拜二的時候 那天是禮拜三要上課 要上班 到了五點以後 學生下課放學 我還看到還有人從宜蘭 其他台中匪上禮拜二 對 今天這次是禮拜五 禮拜五的話禮拜六不用上課 不用上班了 所以我更多人會進來 所以我是擔心明天韓國瑜 他可不可以說怕被包圍 所以大概四五點就先離開 就先上課 他們不會怕啦 因為那麼多警察保護他們 對 但是問題是 到最後被 第一法院 被擠得血蟹不通的話 你看一個韓國瑜 就七個警察在保護他 你看 對 但是你要突破 難怪我們 講到這個 我又生氣了 我當過內政部長 難怪我們警力不足 難怪台中的高鐵 無差別的這一些傷害人的事件 我們的警察不足 原來那警力都去保護 保護護軍旗他們了 我們的警力不足 只有一個立委 七個人在保護 上廁所 只是上廁所 所以我們人民的生氣 我們的警察 我們的編制原額 我們的預算原額 我們的法定原額 我們現在一定有夠少了 警察就不夠了 還跑去保護那些 好 他們很生氣 不過蠻有趣的啦 大家看來 這個國民黨要反制 不過人家是合法的集會遊行 好 再看 蠻清德可能不復立法院國情報告 縱然你通過 其實還要緊急 要有一次你知道嗎 都一次你知道嗎 縱然他法律通過了 我們還可以公民投票 覆絕呢 否決他呢 有你嗎 可以啦 我是講這樣 勇哥 跟各位我們的這些名嘴講 我們講就是說 臺灣自從李登輝七十七年辭世之後 我們有很多的憲政的一個改變 包含總統直選 以前我們是國民大會代表選的嘛 我們現在也經過修憲 我們現在也是人民選的 以前有省 以前有省政府 我們現在也沒有 這個都經過修憲 剛剛我們的這個東豪講的 以前是立法委員有兩百二十六 也都經過修憲 兩百二十五 現在改成一一三 對不對 都是經過修憲 那我們憲法也能夠修 到底臺灣 國民黨為什麼不修 現在我們的官方提出的一些版本 已經都是利用以前民進黨 所提出來的版本 以己之卯 攻己之盾 以前 沒有啦 你講這個話 我必須講 因為我那時候在立法院 沒有這回事 那個是憲法的版本 跟他不一樣 也沒有這些修憲的 修憲的這些 沒有什麼擴權 國會擴權說什麼 可以把檢察官叫來什麼 沒有... 絕對沒有 我們看林佳龍提出的版本 藐視國會的 但是跟這個不一樣 我要講的是跟這個不一樣 內容不一樣 內容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起精髓其實大同小異 我們可以探討 我也是在說 也沒有大同小異 是小同大異 為什麼 我因為在座 那個時候立法院 包括雖然還沒進去 瑞雄那個時候還沒有當立法委員 我那時候就已經當立委了 所以那個過程... 對 那個過程其實... 我不是跟你肉氣啦 我是意思說 那個過程 我是真的瞭解 因為我經歷過的人 那時候打到比現在比較厲害 你知道嗎 我打到骨頭裂開 我不是打到骨頭 我是叫我打一個骨頭裂開 要這樣說得對 真正這樣 立法院我還是覺得 這個不應當老是從以前到現在 從朱高勝爬上主席台之後到現在 常常在玩家燒爬 國外的媒體是把立法院的打架 不是放在新聞台 是放在娛樂台 讓你們每天都在玩家 運動... 體育台... 體育台... 運動台... 我覺得還好我沒有進去立法院 要不然我們每天要跟人家打架 其實也不好 你如果進去立法院 民進黨也煩惱 你一塊這麼大塊 你才用 我現在也說 到底台灣是總統制 還是內閣制 我們叫做雙首長制 我們叫做武權憲法制 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 有權有責 有人說... 叫什麼 不商不識制 混合制 有人叫混合制 反正有不好聽的 也有好聽的 比較讓大家覺得 比較好聽一點 叫做武權憲法制 全世界都三權分立 只有台灣五權分立 憲法收不過 不用收拼 都你們國民黨 你們都說要花筒 五權憲法不能收 本體社會有共識 說廢考試院 廢考試院 廢考察院 社會都有共識 你們也沒了 我們之前說 民進黨再整一次 再整一次有兩次 都是絕對的多數 憲法可以把我們憲法 收更加完整 三分之二就沒了 我告訴你 國民黨的憲議 要國民黨的憲議 因為市民一三不過 市民一三 我就說國民黨不同意 國民黨還是有超過四分之一 所以國民黨不簽 憲法沒辦法修 誰不出力 誰不出力 因為國民黨不同意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二零零八年你們有四分之三 你們也不修憲 因為真正可以過的 一黨的意志 就可以通過憲法的 只有國民黨時代才可能 包括在李登輝 在蔣經國 在蔣介石 還有在馬英九時代 至於在民進黨的時代 民進黨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修憲 修不成 因為沒有達到四分之三 所以一定要國民黨同意 國民黨不同意 所以問題是出在這裡 總統要出來說 以前李登輝在做總統 就可以收 對不對 以前李登輝在做總統 國民黨也是都投手 那是因為國民黨跟民進黨 大家有共識 你們國民黨報個五權憲法 你們自己不敢被監察 總統要出來喬 總統要出來資深記者 調查權 這個資深記者有經理過 總統要出來喬 可不可以 就是把 熟悉的 不要急 把韓國瑜找來 然後把各政黨找來 可是總統的這個協調權 是不是一定可以產生結果 李登輝有版本 菁姐不要急 不一定 我沒有講 舉一個例子 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要喬王清平跟行政院 就喬不定 對啊 都你們的 然後我在講第二個事情 你們自己都喬不定 我在講第二個事情 不是民進黨的主張 一定都對 因為我反對過一件事情 這毛利啦 他說就這毛利啦 2016年 民進黨是不是國會多數 全國多數 那時候想幹嘛 單一招偉 為什麼 有效率 國民黨這次 變成第一大黨 是不是也想要單一招偉 有人丟出來要單一招偉 單一招偉 美國的國會是不是單一招偉 他只有一個招偉 但是美國是兩院制 所以他們等於是有兩個招偉 不要搞錯 他們是兩院制 可是為什麼你不能說 因為民進黨主張過 國民黨就要招操 對啦 當時反對民進黨 還老柯提的 柯建民提的 我反對理由很簡單 你已經在國會是絕對多數了 你要給在野黨 少數黨空間 兩席招偉裡面 在野黨才會有一席招偉 我們聽進去啦 後來策案 後來民進黨策案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美國單一招偉 因為美國是兩院制 因為兩院制 而且這兩院 經常不一樣政黨 所以他們可以有兩個招偉 而且從參院到眾院 要一起通過是很困難的 他們要很多協調 所以每個人都有發言的空間 我要再補充 給我一點時間 這次為什麼我覺得 國民黨是只要圖一個爽字 從吳宗憲這位前檢察官 擔任司法委員會招偉 那天排案 從頭到尾念完條文 就暫停討論 我這麼講 數人頭 當然是國民黨加民眾黨人多 可是你連少數黨 立法院的少數黨 連講話的機會都沒有 這跟民主 這不是只有委員會 委員會招到這次的委員會 是不是都這樣 然後 然後然後韓國瑜做一定 他要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每一黨派一個 一個人三分鐘 對不對 你認為說這個 裡面涉及到憲法的問題 會有違憲正義的事情 一個黨團派一個人 一個人三分鐘 那叫討論嗎 那個叫遮羞部 所以我們看到了國民黨 這一次是完全沒有討論 完全沒有 所以大家在生氣 然後連表決都出問題 來給大家看 藍綠副控抽表決卡 表決是暗的 你表決卡抽起來就不能表決了 這實在是 如果誰抽誰都是骯髒 不過讓大家看 投票正義恐怕會失敲 所以這個送到大法官去 大法官說 你們這是怎麼處理 搞不清楚 不過蠻有趣的 最好是國民黨的立委汪曉玲說 我其實就是在旁邊 我的確是有抽了兩張民進黨黨員的 委員的卡片 把他抽起來 國民黨 這個還討論有呢 討論有 我看他討論 討論 只有這件事我就要找你討論 他把兩張民進黨的委員卡抽起來 所以吳思雅說你露線了 露線了 黃捷說你實在有得離譜 徐靜寧手中藏了五六張表決卡 徐靜寧手中藏了五六張表決卡 都是民進黨的黨員的 把國民黨抽起來 可是他沒有證據 他欠債共 而這個是他自己承認的 是有證據的 然後呢 柯振明說表決卡 很多公卡 當然可以處理 韓院長根本就是在演 而且很神秘的告訴我說 他們有苦衷 妹妹 還有這張 我先講 徐靜寧被抓到了 來 一張 兩張 三張 各位看清楚了 這個就是表決卡 第一個 你國民黨人數優勢啊 你可不可以偷咧 人數優勢還抽人家表決卡 是 第二 韓國瑜 你不必在那邊玩了吧 立法院沒有貝卡嗎 問周萬來 周萬來都說有貝卡呀 在幹什麼 被抓賊了還要再栽贓嗎 第三我要講 為什麼國民黨那麼急 國民黨加民眾黨明明多數啊 都好講的 我認為對 沒有錯 一個爽字 但我覺得這是原因之一 他們抱著復仇的心態而來 以鬥爭為手段 我覺得第二個心態是什麼 各位想起來細思極恐 你會毛骨悚然啊 為什麼 當他運用各種的抹黑花言巧語 各種這樣子激烈對立的手段 當曹瑜越激烈越對立的時候 讓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兩邊互相對立的結果是什麼 到時候你送違憲檢查 違憲審查 如果大法官宣告違憲的時候 他們就會講大法官就是民進黨提名的啦 繼續製造人民不相信民主法律憲政秩序 當台灣內部分裂的時候太好了 就是共產黨來上下其手之後 這不就是也配合時間訊就這麼剛好 袁鴻斌他2月6號在他的影片裡頭講出來 這個習近平1月27號就下令王富寧 各位想想看那個時間點 對不對 攻佔台灣立法院制高點 然後這個統一戰略 統戰戰略 2月6號發佈到全部的國台辦去 然後呢 然後就是傅昆琦去見了王富寧 回來以後賣力表現 是不是你在實踐共產黨交代的事務 台灣越紛亂 甚至於台灣如果內亂的話 共產黨剛好可以出兵 是這樣子嗎 共產黨已經說過嘛 不能做事台灣內亂嘛 至少一個紛擾的台灣 是共產黨所樂見的嘛 這第三點 第四點我最後要講 各位知道嗎 我覺得國民黨你們真的不要再拿說 民進黨曾經提什麼 內容大不同 精神也不同 這裡面 民進黨什麼時候有過這個調查權 各位知道有多恐怖嗎 以後你是伸斗小民 我就是叫你過來 你趕不過來的時候 我罰你錢 對不起喔 你要你要打訴訟 自己出錢去打 你自己去請律師 就是這樣 國民黨的開文 這民進黨沒有涉及到人民 從來沒有過 再來第二個 這個我很生氣 為什麼你知道嗎 包括議員包括立法委員是公譜 對 人民選出來的公譜 我們是主人 我現在也不是 我沒有任何公職 我是主人 你公譜 你公譜 對 公譜 這就是公譜 公譜 起床 你任何人可能隨時被查水錶 你連免於言論自由 免於恐懼的自由都沒有 第二個再告訴各位 說到公譜 來我舉個例子來講 什麼叫做藐視國會 來 我現在大家都很流行講一句話 黃國昌講了一個全世界最噁心的話 他說他把鏡頭轉過來 是要讓大家看他俊俏的臉孔 好了 黃國昌只要問官員 我長得俊不俊俏 你長得俊俏 對不起 你公然虛偽陳述 那張臉是邪惡吧 不叫俊俏吧 你說你不俊俏 你藐視國會議員 你不回答 你怎麼可以不回答 我送你法辦 就是這樣幹 還有我要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調查權 還可以把偵查中的案件 什麼副本叫過來看 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 黃國昌曾經被揭露什麼 介入被懷疑 有沒有那時候大統還記得 股權增值 有沒有黃國昌的影子 以後所有的立法委員 偵查中的案子 我可以把你叫過來問 我可以大開我的財門 我可以進去介入 我知道公司的內部資料 我知道怎麼爭奪股權 我可以利用這個巧門 又或者像傅昆琦這種 有內線交易前科人 還不知道有多少的事情 我通通來問正辦中的案子 我規避 規避掉司法 各位可以這個樣子幹嗎 所以我們看到了 實在是怪怪的 不過那個表決卡 我確實不知道你們 新北市怎麼表決 有用按的嗎 沒有 沒有 台北市 台北市是按的 戰爭反對 我們現在目前還都是 雖然有按 我們有按表決器 但是我們現在都是直接 舉手表決 所以你們表決器都沒有用 目前我們目前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所以你不把年假就對了 沒有 我們現在都是舉手表決 議長就說舉手表決 因為人數不多 像那些陳明毅 我只當 新北市我不知道 我是當過臺北市的議員 當過立委 所以我知道 不過建議 表決卡可以把它借起來 可以抽白人 其實這個表決卡就很清楚 是發現到黃潔發現到很多的人 奇怪 不在位置怎麼會有卡片 他把它抽起來放在桌子上 交給醫師人員 那是等於交給醫師人員 因為你不在位置上 這個是怕說他違法表決 所以突然間去看到 徐信仁手的拿五六張 新聞也有出來 在他手 手回來之後 他還會手回去 有的各說各的話 這個部分 我可以說作賊心虛 有什麼 你人所掌手 視電視電位 你都比人多 我不知道你到底拿這個目的是什麼 這我不清楚 陳明毅要作弊 對 會不會是作弊 作弊的機會性 其實他不用作弊 他就贏了 他何況是他要作弊 但作弊這種情況 你大剌剌拿著卡片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了 當時不是前兩天不是講嗎 登記一百零八人 然後舉手有一百一十人 多兩票 你用舉手都可以多兩票 那假如用這個表決器 我看不知道多多少票 要再問一下 楊瓊銀跟韓國瑜說 民進黨五十一席為什麼有五十三票 蛤 五十一席怎麼會有五十三票 然後還有一次是民進黨五十一席 但是舉手只算了四十八票 蛤 少了三票 有當時會加兩票 有當時會減三票 建議 減三票我們知道 因為那個人蔡英宇 看他要舉手 他剛才走出去 他剛才走出去 看你算得到不對 現在舉手他還在禮拜說 算得到不對 我就不知道現場 不過楊瓊銀說要加兩票 其實我應該說 整個整個投票卡 什麼那個投票卡 投卡什麼問題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他們到最後面是用舉手表決 怕是歷史留下定義 那個證據 因為到底你贊成或反對 那板子上面會跳出來 洪建議贊成 洪建議反對或洪建議棄權 他們就是擔心這個東西留下歷史的紀錄 但是我們現在說出來 為什麼五二四明天 大家說人的更多 藐視國會跟反黑箱這個問題 我直接說 董豪哥剛才說 其實他們知道這樣發送的 他們也知道 如果在立法院設立了 訂定了這些立法通過的話 其實行政院要是不執行 甚至於計數杯葛的同時 我們說一次 不可能馬上去實施 這個所謂立法通過的這個案子 我可以說 你說發送的 每每講到一個重點 到底你們在負荷 理應外合什麼事 你之前負荷是帶這麼多立委去那裡 說完之後回到台灣 黃國昌一直以為的在配合他 黃國昌現在拿著民眾黨 整個黨的整個黨的形象 在玩他個人的形象 你今天來負荷之後 導致於國會內憂外憨 包括我們後面可能會說到 中國大陸現在軍機 繞得更嚴重 比在花蓮更近 負荷基這個時候 你應該去花蓮震災 你不是在這個地方 搞這種遊戲規則 我是希望說 今天這個東西只能說 國民黨他們心虛 現在在動員一個人三十個人 我跟你說 國民黨幾個人五十三個 一個人五十個 一個人三十個 這麼多少 一千五百九十的人而已 那外面有三萬人齊掉 不要以為他是每一區 那一區的定義是什麼 不一定是一個選舉區 你才來 他們也要動員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這些人 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 金家 你怎麼接到這個統帝 叫你動員三十個 你沒有 因為我們不是立委 但是我在中常會 其實我在中常會 我有講 那如果說我們要上街頭 我們事實上 國民黨還是要上街頭 因為柯文哲民眾黨已經去 這個上街頭 十九號禮拜天有上街頭 那民進黨也有上街頭 國民黨還是要上街頭 有沒有申請入選 那當然要 要按照合法的申請 所以你沒有申請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黨中央有沒有申請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一切的程序 都必須要經過合法的程序 待會你問 黨中央有沒有申請 我回憶一下 我們建議講的 當然我們這個 傅寬奇去防衛中國 不是代表就是說 那天我們的柯總長講 在立法院都已經 聽習近平的話 完全是混淆是聽 完全是擾亂是聽 他說今天在立法院 都是聽習近平的 蔣到底 拜祭到底 日本人大家結束而已 結束之後 散就好 我們就算內戰就好 他現在阿強就開始要軍 不然人家在質疑 李應外合 我說柯總召 因為我是中常委 我也不能忍受就是說 我國民黨中央都聽阿強的 聽習近平的話 其實我們也講就是說 我這個一定要 這個來澄清這件事 柯總召告訴我 你告訴我 今天這個歡迎 大家都聽習近平 今天已經習近平的手 已經升到立法院 我先來 我再說一個很趣的 我以這兩個角道頂 就大家看 韓國瑜動用國會警察權 雖然說的 蘭劉雄人在現場 你把格局做小的太丟臉了 因為王建平從來沒有動用過 包括在太陽花 都沒有用到 那韓國瑜到底有沒有動用警察權 他說他沒動用 立法院教科書秘書長 總共搬來一個法庭 說他沒動用 他是保護他自己而已 好啦 遇到可以啦 有人說這樣 不過好玩在這裡 我們來看這個 袁弘兵二月 早就披露了統戰的內幕 習近平指示戰場在立法院 中國流亡作家 袁弘兵二月披露 接到習近平的指示之後 國臺辦迅速行動起來 並在一月二十七日 就向習近平和王富林 提交了一份文件 題目叫占領台灣立法院制高點的 統戰戰略要點 這份文件已經發到 中共各個省市自治區的統戰部政協 和地方國台辦的主管領導一級 讓他們這樣做 所以呢 黃傑說 做死了 人家你看講得果然 怎麼這麼好 奇怪 怎麼會這麼剛好 這顯然不是偶然 再來 石板明夫說 哇 這看來是真的 只有唐靖遠說 太陽花2.0面對的是 披著黨真外表的台海戰爭 我們先來看個相關報導 台灣的立院衝突引發國際關注 彭博社報導 台灣立法者無視抗議 仍希望通過法案 報導中指出 台灣執政黨的支持者 抗議親中反對派 企圖限制總統權力的舉動 若這項法案通過 江舍拉清德難以致力 身處中美角力中心點的台灣島 而這個劇本早在今年2月初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斌就曾預言 就是要通過特定人士遵促韓國瑜傅昆傑 和國民黨立法院的黨團 運用議會改革的名義 提出立法院的調查權 總統的質詢權 反台獨法等法案 即使這些法案一時難以通過 也足以造成台灣立法權的混亂 甚至停擺 進而有效的降低民進黨行政當局的執政效率 也就是降低賴清德總統的執政效率 袁紅斌2月接受媒體看中國訪問 披露中國運用國會改革引爆台灣亂象 袁紅斌更直指背後引誤者就是習近平 袁紅斌的沈預言讓網友直呼 毛骨悚然一切都照著劇本走 更可怕的是這些法案不只亂國會 根據已經二讀的國會調查權法案 部隊 法人 社會關係人士 都在立院調查之列 企業的商業機密 國防資訊恐怕全都漏 所以建議 你那習近平早就指示了 袁紅斌講的 所以今天剛才在回應的 我是覺得可能他自己的說法 我給予尊重 袁紅斌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流亡的作家 在中國大陸裡面 很多他的內線裡面 他講的話其實某部分 到現在他所說過 中共的每一個部署 每件事情都印證過 今天一講 中共要在臺灣立法院 當成他的制高點的一個侵略點 其實很清楚 理應外合很清楚 你現在 他現在回兩句過來 背完之後 他把全世界說 你看立法院 我們國內又在打架了 等等的 我們要來尋位 我們要來防衛 其實某部分就是做理應外合 所以說現在所謂的反黑箱 或者是藐視國異 這些年輕人在外面 我是跟國民黨說 不管你們動員與否 我只跟你們說 不要小看這一群年輕人 民主進步黨從頭到尾 沒有動員任何的人 我們今天 我們也想要參加 他也不一定要我們去參加 我們這些民意代表要去 他不讓我們去 所以我在這裡跟你說 年輕人出來的這些聲音 我希望黃國昌 副君子你們聽清楚 不要只要整天 一個要便宿找七八個警察 一個要下班 離開立法院要四五個警察 你們在怕什麼 你在心虛什麼 當說外面有八千人 你們在那裡回家 在那裡笑 笑得大小聲的時候 我請問你們 你們有想到這些年輕人的憤慨嗎 所以看到了一個人上廁所 要七八個警察 難怪我們的警力不夠 如果警察跑去保護這個 笑死人 難怪我們捷運警察覺得不夠 因為現在我們那個 要多多多見警率要增加 才會安全 對不對 跑去保護這個 實在是很浪費的 一個人上廁所 七八個警察笑死人 我也覺得很奇怪 不過 我們的資深記者 東豪 戰場在立法院 習近平指示 這原農兵二月就講 怎麼這麼多 也不是 這個也不是巧合 這個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一定 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講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 520之前 你看中國時報那幾個社論 其實都要暗示 都要暗示 那包括習近平建馬英九 接建馬英九 這一切下來 他本來就兩手策略 那你怎麼逼賴清德 當然要靠立法院 立法院亂嘛 那立法院為什麼要聽習近平的 最後問國民黨 哪有可能 我們聽習近平 我們都是在中常會做決策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聽他們 不可能 為什麼 袁弘斌寫得剛剛好 推銷 你不聽他們 不是你們裡面的人不聽他們 因為 今天你是議員不用聽 我中常會 我們中常 我們是在 我也跟朱蒂倫講 決策中心還是在中常會 比如說翁曉玲 他說要修憲 我說修憲 還是黨中央有一致性 不是你現在回答我 為什麼袁弘斌 二月六號視頻說要利用台灣的國會 然後呢 要有質詢總統 要有調查權 然後擾亂民心 製造整個混亂 怎麼剛好都應驗 然後因為賴清德的舊子眼說 沒有九個共識 所以中國很會送的 為什麼我都不跟你講 最早提國會改革的 我記得是黃國昌 然後再過來才是國民黨 一個好像是在三月還是二月 就是今年嘛 就是今年的二月三月 國民黨記得是四月題 案子壓壓壓壓 壓到五月才發動 為什麼挑五月十七 因為五月十七 因為五月十七要到 要救任嘛 要救任嘛 他要救任嘛 那為什麼五月十七要幹那一場 因為中國時報的社會都沒有反應 所以要演給中國看 沒有啊 不用演啊 不用演 不用演啊 為什麼 這個劇本已經寫好了 對 然後 你以為靠立法院就結束了 當然 當然就軍演 這吃爛耶 正常在立法院 然後現在中共又在軍演 離應外合 這離應外合耶 有人是這麼講 不過中共軍演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看看國民黨的反應是什麼 我們來看待會兒國民黨反應一下 我我我都整理出來了 給大家看 當然啦 那個金閣來反應 可能會跟我們比較窩了 我的感覺啦 雄毓 我跟你說 國民黨絕對不聽習近平的話 我們不可能就是我們所做成的任何的結議 在立法院要提什麼案子都聽 欸 那對對案提出來 我們要聽 不可能啦 我跟你說 金閣啦 我說這句 這句的比較不客氣啦 中常委沒那麼大啦 副昏期根本就不甩你們中常委啦 我講這句話不客氣 但是你心裡有數啦 是不是這樣 我相信你心裡有所 你不叫副昏期 就這麼簡單 不過 范老師 這樣看起來 袁隆斌講的這個蠻有意思的 真的習近平指示 而國民黨立法院照做 當然金閣來說他沒有 我相信 我相信林菁傑不會 不是每一個國民黨都這樣 對 但是的確 但是因為副昏期是國民黨的總召 他帶你的國民黨 其他人都一起被綁架了 會不會是這樣子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對 袁鋒斌是在二月六號 他發出這個影片 他還點名誰 他還點名的是 傅昏期跟韓國瑜 問題是那個時候 我們怎麼知道院長是韓國瑜 我們也不曉得 傅昏期怎麼會是總召 因為那時候想當總召人很多 為什麼點名這兩個人 剛好就這兩個人 一個是院長 一個是總召 而且整個主導 現在整個的議事 第二個 他說戰場在立院 我們看到了 上個禮 這個禮拜二 國民黨戴什麼 戰術型頭盔 戴那個 我這個手套是有攻擊性的 硬邦邦的那個攻擊性的東西 戴那個護膝 那是不是戰奏 就在戰鬥啊 所以完全符合 袁鴻斌的說法 所以就是披著黨爭外表的 沒錯 臺海戰爭就在立法院上演 對 然後我不講 袁鴻斌這個人 大家都說他現在流亡美國 他非常的優秀 他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 我們知道 因為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從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 連這十年大學停招 他是恢復大學高考 第二屆就考上了 這個北大法律系 你看北大法律系 是全中國各省最優秀的人才考得上 而且我剛剛講過 過去已經累積十年的人 沒有辦法考試 因為沒有大學都關起來了 所以你看多難考 他是拔尖的拔尖 他的前任 他的前一屆是誰 李克強 也是北大法律系 所以他後來是留在北大法律系當教授 當完教授 因為他當時候在一九九四年 他很關心那個勞動運動 他組了一個勞工的權益活動 後來被被人家檢舉說 你六四事件有參與 結果他被打到貴州 在貴州師範大學當法學院院長 另外 他還很好 對 而且還當過貴州的景觀學院的教授 這也是很好 所以他跟警戒的關係 應該是很熟 他的學生很多都在政法系統裡面 就是中共國安單位 或者是相關的相關系統 所以他會有這個訊息 我認為不意外 因為他有獨門的管道 所以他獲得這個內參的資料 我們這個叫做紅頭文件 中國叫紅頭文件 就是內參只有內部資料 不對外公布的 所以他拿到 所以他在二月份就提出警告 他所以他看得到是一定是有訊息 對 那我不曉得講 當時袁和平講這個東西 台灣沒有人在care 沒有人在在 你說什麼 對 就是郭伯說 對啊 立院院長是誰都不知道 更何況我跟老師搶的話 更何況立法院院長那時候看起來就是韓國瑜 所以傅冠軍死都要當總召 對啊 所以兩個人一定要配人就對了 對啊 來 美美 李頂尉什麼 我必須要講 袁紅斌確實認識很多紅二代 那確實有一些內部的急機密的消息 他跟李克強也認識 這都是事實 那在這裡面呢 因為他接受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那國民黨有多緊張 我今天現在群組裡頭有收到有人 應該是國民黨側翼的網站 開始說 袁紅斌是詐騙集團 然後呢 接著有人就開始轉傳 國民黨的網站裡頭 各位 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KMT 這裡面講什麼 說袁紅斌啊 什麼說 說習近平 只是統戰這些 然後他說 其實袁紅斌是詐騙集團 他說 伊偉開始講說 國會聽證調查權 是要強化國會監督 未來可以針對統戰人士 進行國會調查 他就把他搭搭…講一大堆 然後呢 他就說 相反的我們可以檢視 這個遙遠的言頭 過去相關的詐騙案件 說袁紅斌是詐騙集團 各位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心虛 被袁紅斌說中了 不得了 所以趕快出來 把袁紅斌抹黑成詐騙集團 他越是這樣用力澄清 各位你就知道 這個東西的可信性有多高 這個東西 會讓臺灣人有多少覺醒 那包括今天共產黨 他發布的維台軍演離得更近 他就是要困台 我甚至可以跟你講 我認為將來他就認為說 他可以迅雷不及煙惡之勢 兩天之內攻佔台灣 也就是說去年的裴洛西那個是維台 現在是要把台灣鼓勵起來 那在這裡面如果內部有國會的紛擾 外面有群眾的聚集 國民黨如果再派人反制 一片騷亂 然後在台灣的四周離台灣這麼近 又共產黨的軍事演習 你認為這裡面最高興的會是誰 你認為這裡面這個時間點的巧合 讓我等我再說一次 一月二十七號發布文件 二月六號原杭斌在他視頻說出來 然後在國會開議期間 傅昆琦帶著大家去了 回來後傅昆琦快馬加鞭的 做了一切的事情 那包括調查權 包括總統的諮詢權 一件一件在二月六號的時候 袁洪斌的視頻就講了 所以菁姐不要再說 國民黨不可能 國民黨所做一切完全混合 而現在被你揭露出來 趕快出來抹黑 袁洪斌是詐騙集團 你越澄清的結果 就越證明果然國民黨裡頭 傅昆琦韓國瑜 你們是不是跟共產黨 離應外合 我們看到了其實在這一次 那共產黨在突然間他就宣布軍演 環台的軍演 所以我們看到五二零後中國出手了 宣布環台軍演 對台獨勢力的懲戒 台獨什麼叫台獨 所以人家在問什麼叫台獨 所以很多大家都說中華民國 菁姐你也說中華民國沒有錯 台獨 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這不是台灣國憲法 因為中國說中華民國就是台獨 中國說的這不是我說的 所以你說中華民國你也台獨 所以 你一國 共和一國變兩國 因為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定不同國 所以這樣也台獨 所以其實顯然的 在這裡台灣人要認識 中國到底在想什麼 想要幹什麼 不管你講中華民國講什麼 他就是你是他的一部分 你就是要這樣就對了 所以他這個軍演 我們先來看看相關報導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 開展聯合演訓 總統賴清德520上任後 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 突然宣布23、24兩天 環繞台灣周邊進行演訓 公開嗆聲是對台獨分裂 勢力謀獨行進的強力懲戒 中國軍艦在海上 快速向前還聲稱 已經靠近了彭家宇範圍 中方這次軍演 海陸空及火箭軍全出動 時間從23號7點45分開始 範圍包括台灣海峽 北部、南部、東部以及外島 金門島、馬祖島、烏丘 東銀島周邊 共五個海空操演區 都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內 重點演練聯合海空戰備警勋 聯合奪取戰場綜合控制權 聯合精打要害目標等科目 中國最秀軍事肌肉 國防部也立刻秀影片反制 強調已經派海空及地面兵力應對 會以實際行動守護自由民主 捍衛國家主權 秉持備戰不求戰 應戰不避戰 確保國家安全 下午再公布海軍搬超軍艦 監控中國軍艦 紹興捷的畫面 這樣不理性的行動 破壞區域的和平是 國際都不所樂見的 過去到現在為止 我們可以看到 國際對於中共不理智改變 片面改變這樣區域的安全 和穩定的狀況 都是不表示歡迎的 而國防部也緊盯軍演動態 隨時因應中國的各種威脅 其實5205 中國環台軍演 對台獨勢力的懲戒等等 它出手 總統府說很遺憾 單邊挑釁 威脅區域和平 國防部說 我們備戰不求戰 應戰不避戰 中共軍演凸顯霸道的本質 國軍嚴陣以待 民進黨說 當藍白兩黨在立院包圍議事 中國就在臺灣外部發動軍演 包圍臺灣 這叫禮應外合 國民黨 國民黨說希望對岸克制 停止不必要的舉措 我覺得國民黨這個反應 也算正常 民眾黨面對這樣的文攻武嚇 我們的社會要更成熟 經濟級挑戰 這個 這個也算是四平八穩 所以其實國民黨 民眾黨的反應都四平八穩 我們要平心而論 但是有一個人 這個人 馬英九 馬半怎麼講 民進黨政治暴衝給的藉口 你看 他沒有譴責中國 沒有講說怎麼樣 他反而是罵自己 就像你老公 頭體驗 你問不穩得好 腸子問不穩得好 馬半只會永遠檢討自己 我們看看 BBC長期灰色戰術 想要弱化臺灣 所以美國國務卿說團結全球 維護臺海穩定 你看 美國是講話 團結全球 維護臺灣穩定 確保中國不會片片改變現狀 所以從這裡來講 欸鎖翁 人家的反應都這麼好 就只有一個馬半 馬半怎麼只要 讓大家奇怪 這很奇怪 如果家裡 對外外面有的人 大家團結 一致對外 我簡單說一個例子 我們禮拜的時候 我跟北韓國 他接兩團 日本日本團 清禾團 總統救死 日本美國團 美國團 在日本裡面 阿彌塔吉大使 阿彌塔吉 阿彌塔吉 他說這句話 像我很耐人 他是越戰英雄 他怎麼說你知道嗎 他說 為什麼我發現台灣 台灣人要跟美國做朋友 怎麼覺得很困難 你們到底有什麼不滿 我就跟他說 你要聽這個就聽假 他說True 我來講 我說我們在太平洋第一島鏈 我們跟你們同樣的價值 都都是民主國家 我們在頭前在捍衛 你們也多多少跟我們盜幫 他要把他逼什麼你知道嗎 再跟他逼兩次 接下來要結束的時候 換什麼發言你知道嗎 洪孟凱 國民党首席長 他說我們不希望 阿彌塔吉問你們對我們什麼不滿 洪孟凱 他說我們不希望帶來戰爭 我們要兩安和平 我嚇一跳 美國人現在在問 你說你有什麼跟我們亂談嗎 我趕快跟他說 容許我最後再表達一下 臺灣人不會認為美國會為臺灣帶來戰爭 我們最大的敵人是在中國 你們如果能不能用到先進的武器 拜託你救援 他再給我試一次戰 接著 我去抗議中 都在山上去參觀就職 他剛在我的旁邊看著我 Good man 美國人也是說 你們就是要抗議你們自己 我們這個 家裡自己在收拾 也可以說這是老闆的事 他說什麼 你這個就是爆衝 去阿強找藉口 其實國民黨民眾黨 我覺得講得來四平八穩 我們說這件事 馬辦公這個位置好 此時此刻 國民黨任何人 包含黨主席 包含我們的立法委員 如果說此此刻呼籲 不要再複合中國的話 如果我們現在在複合中國的話 離應外合一定會被這一個 這個拿出來做討論 我們事實上 國民黨是有一個 主起性的一個政黨 那來台灣這麼多年了 從這個老蔣打過來到現在 沒有啦 邁英俊是代表 邁英俊是代表什麼人 代表國民黨 現在如果說複合中國的話 一定對國民黨本身造成任何的傷害 甚至於現在講就是說 我們都已經離應外合了 所以說我們不可能去跟他們唱和 來在立法院做館 不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馬辦講這個話 好 他說要相信習近平的話 我們民調掉了5% 事實上 現在有很多的名狀 我們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報告直接 蕭俱成 馬辦的執行長說 因為馬英九沒有上台 所以侯友宜少了40萬票 那這就是說 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因為我們國民黨 有很多來自於中國 所以說這個已經 也不斷理還亂 來來來 建議你簡單回應一下 我覺得 其實我們的重點是 馬英九講的這句話 今天是本土 我相信今天跟馬英九一樣 我相信 你這句話 你不好意思說 我說對不對 觀眾朋友自己放在心裡 今天剛才說的是重點 馬英九說他要聽習近平的話 那掉了幾% 五% 五% 這句話說真的 相信習近平的話 這句話真的掉了五% 但是民進黨政治暴衝 給了中共一個藉口 我應該說回來 大家不要這樣回覆 世角 傅觀祺 你帶國民黨的立委去中國大陸 跟中國大陸的人 記憶 所以要帶一百組的組合屋 沒有帶回來 其實你去聽到什麼受益 你帶回來的 是現在文公五二裡面的五二 揮兩支揮揮花蓮器 蛤 有什麼 組合屋沒來 飛機算來 戰鬥機 你會一百個組裝的組合屋 花蓮有需要嗎 花蓮的飯店多這麼多 根本不需要組合屋 組合屋不回來就算了 組合屋沒中 現在是說你飛機走來做什麼 你就軍艦飛機跑來 軍演幹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要說的 馬英雄說這些話 無非是讓中共的藉口更正當性 這很老 這我覺得這不必要 所以我告訴大家 大家再看這個 這些人為了錢 都忘記了 臺灣對他的恩情 有一些藝人不能說集體 有一些藝人 轉發臺灣必將回歸祖國 中國的懷抱 侯佩成歐陽娜娜都加入 所以 現在 侯佩成貴了 輸成中國高喊回歸祖國 網友群起灌爆臉書 噁心 拜託不要再出現在臺灣 你把這包剪剪掉再講 還有奶茶店 你看現在有很多 奶茶店台商出任湖南的政委 還幫中共界選 陸委會說讓他不再是臺灣人 這個人現在臺灣也在通緝 因為他涉及匯宣 所以 總好 怎麼會這樣 唉 嘆氣 因為那個臺商 上次是幫韓國瑜 上次是幫韓國瑜的 2019年那次就被通緝 因為他幫韓國瑜 所以他現在被通緝 因為涉及匯宣 對 然後他其他的 他還只是算副首 這樣子喔 他上台還有人 翁氣壽 翁氣壽應該都破影 那藝人的部分就更明確 其實我覺得藝人 我覺得我們臺灣社會很成熟 就說藝人 藝人在這個事情上面講這些話 大家都看得懂 沒有人理他 是沒有人理他 但是也不必為了錢跪下來吧 非跪不可 為什麼 因為他要在中國發展 他要表態 那你乾脆就轉入中國國籍 放棄臺灣國籍不就好了嗎 我們的健保比較好 我們健保比較好 只是為了健保 然後你不要講 我看他是為了人民幣吧 兩個都要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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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他又不會少一塊肉 讓你罵嘛 讓你賣嘛 讓你不屑嘛 就讓我們不屑 他在中國市場更好 對啊 還可以上春晚 為什麼呢 金潔 這種藝人實在是 那好 當然 有很多藝人在大陸 都是這個爆紅 那因為中國的市場很大 但是呢 雍國你剛剛說的 你如果要那邊的市場 你就不要台灣的市場 這也是合理 這也是合理 你就不要回來啊 你整個下去加入中國籍就好啦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要賺那邊的錢 來跟我們說要怎麼樣 其實這是不好的事情 我是覺得就是說 中國跟我們中華民國 當然就是兩個不一樣的國家 所以說當年才有一種各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中華民國就是這樣來而已 很簡單 菁姐提醒你一下好心 講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種各表啊 這不是叫一種各表嗎 很敏感喔 一種各表 到時候像其他那五個一樣 小心啊 我是真的看你要洗你 等一下給你懲戒 我告訴你 不過范老師 我發現人民幣真的那麼香嗎 錢真的代表你的人格 你的人格就是那幾個錢 就把你買走了嗎 你的人格就可以人民幣把你買走了嗎 你這個人格還叫高尚嗎 其實我覺得中國也是四十挑軟的吃 你像像五月天或者蔡依林 他們在對岸很紅 所以他們去他們不用做政治表態 因為他們有很大的票房 他們不會 那另外有一種台灣人是說 他根本不在湖南對岸的市場 我就是在像陳森 他就是在台灣 所以我覺得要嘛你是夠大 你去中國不敢等於什麼樣 就是那種不大不小的 像這種歐陽那 他在台灣也不是很紅 然後他在對岸 他就是要靠這種東西 來用政治表態 那中國就吃力你了 就叫你一定要表態 不表態你就不可能這個上台 或者上春晚 你看歐陽那那這幾年也 雖然你也沒有上春晚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 他跟很多中國藝人看 你是看不起你 因為覺得說 你有沒有比我們厲害 你有沒有比我們漂亮 只是因為你是台灣人 你是可以作為統戰的工具 所以說你才有個機會 所以他只是一個工具 所以才有機會在中國上節目這樣子 那其實這幾年已經慢慢不被利用 他已經用太多次了 但他越這樣 他越要無邪自己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管你怎麼樣 不管你紅不紅什麼 沒有必要為了那幾個錢 人民幣 把自己 撫養你長大的地方 你自己的國家就這樣拋棄掉 這個是讓我難以想像 所以說雖然看到這個時候 還看到馬英九說 馬力馬力馬力給中國看 中國在軍演 我是覺得國民黨跟民眾黨 我要再講一遍 其實我覺得回答了四平八文 但是為什麼馬辦會叫 因為馬辦很多 在某一個程度 馬辦是代表國民黨 這個不要騙人 馬英九是叫做政總統 政國民黨的當主席 現在榮譽黨主席 你說馬英九馬辦說的 跟你們都沒有關係 這簡單說 這個言論叫做什麼 叫做阿公的內應 就這麼簡單 我們在台灣 太多太多的老共的內應 國民黨裡面 你看現在的立法院開始亂 言論兵人早就跟你說 你說國民黨一定會照這樣 習近平只是這樣做 現在也是這樣 現在來了環島軍員 如果比較聰明的華連管政婦 或是華連婦婚期的華連王 應該說 無限要來 什麼叫你們一個組合物 沒有 現在說的 也可以代表民進黨 立法院 立法院 現在我們國民黨 怎麼代表民進黨 哪有可能代表民進黨 代表國民進黨 我們馬英九 也不可能代表國民黨 因為我們現在當主席 叫做自立倫 我們代表民進黨 如果說的 我們每個台灣人都打破 沒有啦 因為是這樣 我們沒有什麼榮譽黨主席 你們馬英九 是榮譽黨主席 我們現任的黨主席 都是榮譽黨主席 為什麼要給他榮譽黨主席 我是覺得 你可以在這裡 讓馬英九馬辦 不要亂講的話 總處要一點 為什麼要給他榮譽黨主席 我們民進黨 那些退下的黨主席 哪一個人是榮譽黨主席 哪一個你跟我說 我們總監退下來就是榮譽總監 沒有啦 總監退下來就是前總監的獅子會 民間團體 你們是政治團體啦 政治團體不一樣啦 對不對 你民進黨哪一個人 沒有啊 主席下來是榮譽主席 沒有啦 民進黨沒有啦 國民黨的文化就是這樣嘛 公罵一大堆嘛 那照道理說 已經要進去吃冷豬肉了 還在那邊鬼叫鬼叫鬼叫 那 沒有啦 總主要這樣 馬辦現在在 因為他是榮譽黨主席 人家會認為他是國民黨的一個聲音 沒錯啊 而且問題是 馬英九就是只有個馬辦嗎 不是嘛 確實國民黨現在走的路是什麼 你看看立法院在幹什麼事情 馬英九去說 財經平他去中國說反滲透法 國裁判說是惡法 馬英九就說要修 回來後朱立委員會說反滲透法要修 現在不可能就幹什麼事情 所以我問董好了 馬英九能不能相當程度代表國民黨 有嗎 他在國民黨有影響力 絕對可以 而且習近平為什麼會同意馬英九去北京 因為他是前總統前黨主席 榮譽黨主席 取代連戰的那個角色